副水組織 是非常不清楚 由谁来认定 他副水组织的层面 是到底牵扯关联性 到哪个程度 什么叫做政党的副水组织 如果说政党 有党员的部分 然后他又 这个党员又去参与 其他的民间团体 这个团体是不是叫做 副水组织 所以我一直认为 这整本法条里面 有好几条提到副水组织 我们要不要把 副水组织定义清楚 因为这个不当 这个整个条例的讨论 我觉得其实未来 未来会不会有其他政党 也要列入去做使用 那其实很多政党 自己都有各自的基金会 这个基金会 会不会也是叫做 副水组织之一 我想听一听 部长你对于 副水组织的定义 这是第一点 第二 前一阵子 有关于228文件外泄的时候 宪兵去调查权的时候 我们本院很多的委员 认为 这个司法权 要不要对于 宪兵的司法权 要不要收回来这件事情 那今天 又有类似像 未来有宪兵搜索 这样的状况 会不会跟 本院很多委员 过去在 很多其他的案子当中 所发言 会有所冲突 那其实我们现在 所有民间的调查 其实都要搜索票 那对于 类似处理 这个党产的案例 我们 让这个警察 不需要去搜索票 宪兵不需要搜索票 就可以去调查 这个会不会有 法律上的行使 不一致的问题 我是不是请部长 可以针对这几点 回复我一下 我简单讲一下 这个我 发觉 其实 委员会好像之前 都有处理过了 附水组织 附水组织 原来的第四条 第二部分 都已经有定义 只独立存在 由政党实质控制 其人是财务 或就是类似这样的 它本来就有了 所以说 但是把它定义清楚 当然是很 当然是不错的 那现在也有处理 那第二个 就有关 这个在 职权行使过程当中的 一些比较 一些比较强制性的作为 恐怕这个 恐怕这个一方面要 合乎 正当程序 那我也看到 这里有 部长所以你想说 我也并不是不同意 但是你刚刚讲的 正当程序 那就是所有的案件 也都要一致性的处理 而不是说 针对于未来处理 党产这件事情 我们给宪兵 让他有去搜索权 其他的案子 我们是需要 有搜索票 才能有 才能进入人家家里 去做调查 我觉得这个法的一致性 是要兼顧的 好不好 那个 大家 好 那个 跟各位报告 这个 主席维持一下秩序好不好 你今天到了 你不知道 就去讲我们 好啦 大家要互相尊重 好不好 那个时间也请各位掌握一下 下面委员也 维持一下秩序 好不好 那接下来王玉民委员